就做得出 OK 那云端的概念就是 将旁大计算操作 拆成千台的教导操作 交远远端多台的置物系统计算 这个概念呢 我们必须要再来跟各位讨论 就是说 各位现在在用云端 譬如说 我很快可以抓到我的资料 我很快可以处理到我的事情 那事实上 云的计算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 他可以同时 对你的工作 号召成千上百的电脑帮你做 好 这很重要 这很重要 有时候 有些工作要做很久 一台做太久 那 云的SERVER 他可以同时分拌 数十台帮你做 你的工作可以 可以切成千台的较少操作 在交远 多台事物去处理 这个你自己更感觉不到 你觉得很快 你觉得什么 这样搜尋 你在Google做设计 为什么那么快 他把你的搜尋工作 切成很多的小工作通知座 才可以带那么快交付给你 搜尋结果 他是不是可以算出 多少秒可以 多少秒就出现第一笔电影看 要不然你想想看 你要搜尋一笔资料 全世界的网页 你要去爬 爬那些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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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告诉你哪些 哪些网页有 有有有有有有有 有你的关键字 那你要等多久 如果这一台做怎么办 不是这样子 一定是很多 哪里头不止去做 超方块 这一点他就感觉不到 那讲这个 这个技术呢 就是 这个服务提供者 可以在数秒钟之内 处理数以千万金的资讯 并提供像超级电脑一样 相当的效果 的网页服务 以扶尔网页使用 整治针的这种需求 这句话 保持大工讲得多 云的计算 可以让我们在瞬间 拥有超级电脑的能力 这是引力管做不到的 也许大家 各位同学 可能目前 碰到的这个 你的使用 大概就是轮件处理 比较多了 但如果 如果将来 签计到一些 庞大的计算 庞大的计算 好比说 要去预测技巧 那个 那个资料量很大 要算很久 通常 那个 技巧者会买一台 超级电脑 这边打满 那这 那你一般人要去预测技巧 哪有这种 请去买这种设备 而且你可能只要 10秒而已 对不对 或10分10秒而已 那你就 请 交给你 你满10秒钟 20秒钟 超级电脑 其实不会太贵 不会太贵 对不对 不像这个 西套学码 都是好 两三亿的 对不对 我们学校也有 老师才 那时候在指数的时候 採护一台超级电脑 各位 如果有兴趣去用用看 那一条是 就是IBM的P590 595 590 忘记变到了 那一台那说 学校花了两千万 两千万 IBM的话 那 那 那 就是超级电脑 如果只有云端画 做的那一台 其实已经 不算是很厉害 这样 做实在 不算是很厉害 所以你看云端画 多有 这种 侵略性 以前超级电脑 已经不太是超级电脑 所以 还是有用 如果你要执行 程式很大很大 那那个记忆体有512G 512G 那就很大 然后那个 有 有 256 258CPU 一个是 Dual Codes 就是刷合的 所以有 200 2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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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更新很大 你知道 這個 IVM的 东西特别 特别 我们 想要更新 作业系统版本 你知道IVM开价多少吗 更新 作业系统版本 像各位 我們在那邊更新麥克蘇本的做一些的版本 有些是免費的吧 對不對 有些還是免費的 IBA的系統 它的作品叫AIS AIS 更新一次 八百萬 太有錢了吧 算了 不更新 就繼續 繼續用這個 所以你看 你要每天一展超級片 你要花多少指引 學校就在大學也養不起 那現在不需要 我只要晚期間用超的電腦 就請與你規劃一塊 具有同樣效果的計算資源給我 時間到了 我就完了 我就不需要每天 負擔這麼龐大的 這麼龐大的成本 所以這很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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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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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段一段一段的概念 我們從使用者觀點 跟服務商觀點來看 使用者觀點 廣低網路便利性 換作取得資訊跟娛樂 因為你的網路過快 網路過快還是看不到 好 你看如果要 我從雲下面下來的Mail 那這個用半天 我就不想用 好 所以網路真的要過快 所以吹聲雲 一段服務成熟 網路的速度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現在網路的3G要去過快 4G 甚至到5G 這個 這個 有機會 讓這個服務更為順暢 那從服務商的觀點呢 就是提供 创線軟體服務 好 那 剛剛都講到上面 我們自己怎麼賺錢 服務商怎麼去賺錢 那這個很有 好多有 好多有個例子 像那個 這個IQ 賣音樂 對不對 剛剛有幾個例子 那賣頑皮 賣頑皮 賣頑皮 那都可以線上這樣 直接部署下來 好 好 那如果是談到一般技術的話 那這個就稍微有一點技術 面的一些 東西了 好 平行跟分散式的運算 好 所以定義就是說 我把這個工作拆成 很多小工作 同時去做 這樣才會快 對不對 這樣才會快 那像 像各位 現在的 這個電腦 很多是波羅的 都是很多核心的 從波羅的程度 它有些工作 也是一樣 要同時去做超越快 但一個核心的 這個電腦 它的極限已經 大概就這樣子了 我們說 硬體的速度在怎麼快 一個核心的速度 頂多它跟電保一樣快 對不對 再上去 它是極度你的極限 不然可以OK 光跑要快 那 我 一看核心的極限就在這裡 那我要以後再 不斷的再往上推車速度 我所要 朝的方向就是 多幾個 大全架才會有力量 對不對 兩顆 三顆四顆 五顆六顆七顆 好 好 所以雲段一數 上面 成千上萬顆 上萬台電腦 好 所以 你如果可以平行 把你的工作 切成小工作 平行去做 它的速度 何止是倍增 你切成十個小工作 它是不是變成十倍了 是不是 你本要找個資料 你要搜尋網頁 本要找很久 我私來幫你找 或者開去找 它很快就找到很大的東西 好 所以這個就是平行化 這裡的層次要賺錢 可是平行化的層次 一般的這種 循序執行的層次就 畫外公射的效果 所以這個就接著到 你層次的意思要 不會顯平行化層次出來 那分量的計算就是 我交付這十台 當然它是分散在 每個不同的地方 之間 怎麼樣把這些 這些部分的結果 做一個整合 好 這個也是 一個意義 還有虛擬化的技術 為什麼它模擬出個機板出來 怎樣模擬出一台虛擬電腦之外 這個也都是要去touch的 還有一種網路的建構 還有自動化的技術 所以基本上 這當然會有點模糊 但基本上你會看到說 我們只能在上面看到的 就是應用程式而已 應用圍 你看都是應用 真正在工作的這個 硬裡面就是在這裡 try carry機器起來 你也不知道它怎麼try 那就是提供無隔 上面就包裝吧 包括說一個虛擬的架構 虛擬化的作業系統 然後應用程式放在上面 這個就是羽的概念 你不在意面對實體的東西 你只要有一個很簡單的設備 就可以做到你以往做不到的事情 可以做一件很大的工作 很大的工作 好 現在很有名的叫Bitcoin 你知道比特幣 都會有聽過嗎 Bitcoin Bitcoin就是要去算 Haste Function 去算 剛剛那個是會很耗時的 有人就用那個GPU 然後就是那個 顯示卡裡面的GPU來算 你也可以用雲來算 所以 Bitcoin 就是 就是 一直計算而已 那這個很 它有計算資源的 就算資源 不然它可以做 很樂園的這個 這個 你可以 從原來幫你 幫你做到 更快速的一個結果 好 好 OK 好 那虛擬化的概念 集中需求後 以虛擬化 節省支援 節省Storage Server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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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ice的支援 節省升大 非常重要 這樣大家會談節省升大 好 那 還有很彈性的運算 所以 你看一開始 一開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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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骨設備 CPU 所以使用力不高 多讓不高 就是說 有時候 各位 你買一台電腦 你可 總不可能 多次小時候在弄 對不對 那如果閒置的時候 把這個資源 給別人用 好不好 如果你還可以賺錢 好不好 所以 語音更大件事說 我們希望 當 User需要資源的時候 才真正給他資源 就好 他們沒有用的時候 我就回縮回去 提供給其他人的資源 好 這種的關係 所以你叫一個 很簡單的 這個 這個拼板 或是說 這個手持設備 你這時候要用電腦 你說要一個 要幫你出去工作 然後你就宣告好 這個工作的類型 然後處理管 處理管之後 你就可以釋放這個資源 給別人 雲的服務 服務商 就可以提供給別人的資源 然後就給別人提供的 那換成 以往你是要自己買一台 運算量級做的電腦 然後呢 你處理完 在工作的時候 那電腦就選擇在那邊 因為你總不能惡心 或不是那四角 都在這電腦上面做事情 對不對 像很多實驗室也是這樣 他買一個SERV 其實也不是 也不是這樣 他一直在忙碌啊 大部分都在選擇 那這個就是大不備 對不對 這就是大不備 所以 有一個概念是說 你這個運算資源 不要用的時候 我回座會來 一而是我把 把相關的電腦 把他 把他進入這個 這個稅務模式 或者說 他買給我給別人 所以 假設我只用一個SERVER 可能可以同時服務 可能可以服務好多 滿足好多 有者的需求 因為並不是每個 每個這個使用者 隨時隨地 都會在用這個電腦 我告訴你 我們說 有兩個使用者 一個是白天用電腦 就是玩家用電腦 那如果以往的話 是 白天用電腦 user自己要買一台電腦 網上用電腦 的user自己要買一台電腦 好 那麼這兩個用品的服務 我的 零SERVER只要一台電腦就好 白天給他用 虛擬化 給他用 晚上給另外一個用 我就一台就好 本來都沒兩台 現在就能給你買一台 對不對 所以這個概念很重要 轉併資源 那在這裡 我倒是 給各位分享一個 一個東西 我問我們學校的那個意思 這是在去年 去年的一個規劃 不過也許這個意思 會讓你更為 感受到 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 雲通話到底到底 有什麼樣的效應 好 嗯 我們希望 未來的學校 所有的飾途器 所有的實驗室 不要在我飾途器了 全部放在 獨自處的技房裡面 也就是我希望 從獨自處 我們建議個女人 這樣 自己建議個女人 那麼每一個使用者 每一個學生 把他資料都存在這個園裡面 每一個學生如果要 要 要執行什麼工作 就由我這個圓房裡做 你只要做 小小的平板 看得到結果 可以下面 可以編輯 可以下面 可以打字 這樣就夠了 那平板便宜多了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平板便宜多了 一萬塊 一般便宜多了 一般便宜多了 好 所以 我希望可以移動去 現在這個學生 娜娜的平板 他希望有個 Windows的系統 就跟雲端一樣 那雲端就送畫面過來了 那Windows就幫你 好 那你就可以操作了 或是一個 虛擬化的桌面 類似的 它給你的桌面 給你的桌面 你就可以看到 Windows的桌面 而且是你的桌面 好 那你不要用 那就往內去了 往內去了 好 那透過 還有 透過 這個其他的 還有其他的 可以畫下去 好 那我們進程是希望 同學生這邊 同學這邊 著手 就讓學生可以 去用到雲端的好處 然後慢慢的 忠誠 過場到 也就生跟教授這邊 所以我是請生能源 行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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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